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课程组织的第三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说课程统整的意涵与意义 然后由于是早期我们那个课程的学科都是以分科来设计 但近年来那个随着九年一贯的课程改革 跟十二年国教的课程改革 分门强调课程统整、统整课程以及跨领域主题统整式的课程 然后专题课程、议题那种探讨课程去做设计规划 他强调说是说统整起来才能够跟生活之间做一个紧密的连结 而不是分门别类的学科 其实跟生活之间反而是更加疏离的 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第三个代表第三个部分 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课程统整的意涵与意义 首先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 何谓同整 有没有同学可以回答的 好 所谓同整的意思就是构成整体的不同部分之间有关联性 很多一点点点点点之间透过关系的建构 然后绘成成一个整体这样子 而且这个整体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然后可以透过各部分之间的连结 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东西不是大家不同部分拼凑起来 而是可以在拼在那种组合之后能够发挥集体的力量 你可以想象成是一台汽车好了 一台汽车很多个零件嘛 有轮胎 然后有什么挡板 然后有玻璃 然后有什么椅电 然后有那个什么驾驶盘 然后有什么冷气机等等之类 有油箱 然后有心理箱 那这些东西分开来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但我们把它组起来的时候 还是必须要接上电源等等之类的相关 这个车子才能够跑得动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统整涉及到各部分之间的观念 而且这个观念可以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结构 基本上那个Ben曾认为说 统整课程跟分科课程有以下的区别 强调统整的课程就教学主题而言 会比较强调生活化的主题 议题跟问题作为教学的主题 分科课程是以学科概念的单位为教学主题 然后统整课程强调真实世界的连结 然后善用多元化的资源 充分掌握实事 实际生活为题材 善用实作品量 然后分科课程是强调学科内涵的那种知识结构 较不重视说那个跟生活世界之间的连结 是传统学校的形态 就学生角色而言 统整课程不仅是以课程目标为主 重点是把知识能够转化成能力 学生变成主动的探索探究者 知识见扣者 可以实际去应用以学生为主角 但是分科课程 他以获得课程目标 作为一种评见 评见这个标准到底有没有达成 比较显向于说被动式的学习 就教师角色的向度而言 统整课程认为说 教师不仅是学科专家 而且是支援协助者要有教学的能力 不只是照课本的知识而已 还有必须要知道说 如果把这个知识灵活运用 然后引导学生一起来学习 有点像是那个大厨师一样 不是只是把菜都丢进去 然后随便煮一煮 而是有那种各个不同的大厨师 有那种精密的手法之间的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后发展出不同独特的那种风味 那他老师必须协助学生去主动 获得知识跟自我发现 然后就分科课程而言 他认为说教师乃是学科专家 扮演着知道者的角色 他主要任务在于阐释学科概念 以确保学生能够经手每个学科里面的概念 加减诊除啊 或者说什么台湾地理啊 世界地理啊 什么行后水土生 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生物之类的区别之类的 比较不会说我们实际跑到现场去摸摸看那个土壤是怎么样 观察这种东西这样子 基本上课程统整的定义是说 课程统整是课程设计的理论 主要透过教育工作者与年轻人共同合作 而且认识到重要问题跟议题为核心 来组织课程 以让个人跟社会之间的统整而不考虑学科的界限 这也是我们那个森林国教里面 强调打破学科界限的那种意涵 其实它的起源主要探索就是 其实很多在美国里面课程统整的那种想法 其他国家也有很多相关文件 早期的研究是由幼稚园到高中 但是现在很多大学是开始强调说跨领域的 然后不限制 像我们课程里面不限制绑说我们教育系的学科 你可以跨系所去选择 或是跨系所之间课程之间的那种统整性的那种 课程未来会持续的出现这样 基本上促成课程统整的原因 根据山文坚老师E的 被你的那个课程统整书认为说 第一个 许多人认为课程设计应该是知识的应用 而不是记忆系跟堆积 实际的应用你在生活之中是整合在一起应用 没有说我现在用数学来解决问题 现在用什么国语来解决问题 是同时一起在运用 同时是数学同时也是科学同时也是国文 也许同时是生物也许同时也是那个 英文这样子处理这样 也有艺术这样子 第二个是来自于大脑如何在学习中 运作的研究兴趣 大脑相关的研究 强调如何整合很多不同讯息之间的处理 这不是片段 而是透过那种单元 然后成为一元集组之间的连结 来处理资讯这样子 另外说我们那个什么 学习应该是很多不同的讯息之间建构起来 组织一个网状式的理解这样 第三个是知识既被固定的也被普聘的 指的是语言跟行动多元意义的后现代后结构魅力 强调 知识是可以随着时间的改变 随着不同因素的改变而 那个什么结构性可以不断的改变 就像我们每学习的课程其实都会做一个调整这样子 不是说一个课本用万年这样子 所以代后结构强调说 不是单一的那个主流的声音这样子啦 不是单一论述或设计述一种说法 而是很多不同的做法可以变动的 不是说我课表定了下去 就是一定要按表操课 而是中间如果学生什么兴趣啊 我可不可以去调整 他强调可以调整这样 第四个进步主义的教育思潮 让很多能够的教育学者不断出现 就是教育及生活啊 教育及经验 人跟经验之间不断互动 人跟在有机体之间不断的组织 不断的交流 然后从中也可以产生这种美感经验 我们上次有讲过这样 另外还有那种教育及生长的那种概念 重点是跟生活之间结合 基本上有些课程同志的理论远远 可以追溯到赫尔巴特 强调说我们必须要 围绕着文化阶段 把那个不同分科科目里面给整合起来 强调学校的顺序跟文明之间 要整合性的呼应 而不是分科教学 然后接下来是那个建国主义之父帕克 他提出那个创办的实验学校 我们上次有讲过 那个他强调儿童中心跟问题中心 强调儿童经验本身的相关 跟一致性的整合这样 另外还有杜威认为说在组织教育课程之时 必须要强调儿童经验跟社会议体之间的整合 以人类的活动为各领域的核心 而不是以每个学科的重点概念为核心 这个样子 接下来还有那个Paul Morrow 他1912年初的教育百科全书里面 首先出现的学习必须要是同等性的学习 还有Key Patrick 克勃区 主学习 副学习 副学习 那个学者 他在教育百科全书里面 也同样主张教育应该摆脱强制性的教学 跟被动的学习方式 要让每个学生能够参与目标性的设计 使用问题解决的方法 知识的组织跟统整 必须要置于说个人社会等型的脉络之中 等于说知识不是说 我们先打开课本来学课本的知识 大家背起来很清楚就好了 这东西要在一个广泛的生活环境情境脉络底下 可以去使用的 可以举一反三的 可以知行合音实践的这样子 可以运用不同 我学的知识提取一些记忆 然后去解决不同的问题这样子 还有Marie 她在儿童生活课程之中 探讨进步主义的基础学校 认为说我们必须要以日常活动 跟问题来组织课程 以及她提出初步统整说这样子的想法 从生活中去进行统整 基本上课程统整的相关著作 根据Ben 的想法认为说有 包含说 教育研究百科全书 由Hana 跟Lane所编辑的 他们认为说学校要主导 教价值系统的统整过程 必须要寻求认同 并传递共同的文化价值 那共同文化价值 就不是很多学科分立了 是整个统整在一起的 每个学科之间共同要助之间整合在一起的 然后第二个是说 学校促成统整的目的 是在服务在地跟更大的社区 学校应该扮演社区的中心 是一个跟生活之间整合的一个机制 第三个 学校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她的个人人格统整的环境 就应该考量到每一个学生的身心需求 然后另外第二本书是 课程统整概念在小学应用 其实这个早期的书已经有这么多 1912年左右就有那么多书出来 然后陆续的书越来越多 这样子 它主要是透过 课程统整的方案 透过课程研究去比较 学科跟统整之间的区别 另外还有学校跟家庭都出现的字母 Hopkins 它里面讲说 直接指出来统整的概念是什么意涵 它来主张说 具创造性的个体 跟民主社会之间的关系密切 然后必须要强调经验取向 作为课程的依据 另外还有课程经验的统整 是全美教育研究学会年龛 里面认为 那个Paul Jester认为说 我们希望利用在大部分学生眼中 相当具有统整性的教育方案 来替代目前许多分立课程的拼凑 同整而不是说很多 像刚刚讲一样 汽车零件 直接没有整合在一起那种 或是无关课外活动的经验 这只是在书本上可以用 今天没有书本 生活中用不到这样子 可能像学生常问我们 老师我学这个要怎么用 所以同整就会打破这种概念 想要说 学生问我 老师我学这个怎么用 我们就会说 学这个哪里没有用 你看你学的东西跟生活之间 是不是可以应用 是不是整合在一起 人跟生活之间去整合在一起 那基本上BEN认为说 BEN认为说 BEN三大课程改革运动 对课程同整产生影响 第一个是说 以服务线代为目标 认为说 学校必须满足 新兴工业跟社会的需求 然后新兴工业的社会 时代那种变迁 你用单一的学科出去 就真的会找不到工作 哪有 比如说国文系好了 出去 有对应说一个叫 国文工作者 也许会变一个作家 你作家会国文没有用 你可能要一些科普制 一些社会地理的尝试 这样子 举例来讲 或是说你今天一个工程师 你设计出来的东西 难道只是零件的组装吗 你要不要美感 同样是手机 一个很丑的手机 跟一个比漂亮的手机 或是有明星代言的手机 哪一种会吸引你去使用 这样子 第二个他会提倡说 分化课程方式来因应 然后学生被引导管理类型 然后女生去家世 然后课程被定位在满足劳动需要 巩固这些阶级 那第二类是说 这个是传统课程的影响 然后 但是新兴课程里面 就有一种总和性的应用 现在第二类是 关心儿童本身的兴趣 以儿童为中心 它强调符合儿童跟 新少年进去发展的自然课程 然后儿童中心被攻击说是否会放任 或是忽略社会目的 那这也是带来说很多那种 那种课程统整的那种改革 变革 不只是学生的需求 还有强调知识概念的整合这样子 接下来第三类 促使学校教育能够广泛的社会运动输求 加强民主 反而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 然后畅讨社会统整的学者要求终止 学校结构上的不平等 用社会问题来组织问题 然后学校跟社区议题连结 学校成为民主的伴力 将民主落实于平时日常生活中 其实上面三个课程改革立场都不同 但是都以课程统整的方式来组织教育经验 我们看一下 第一种 它分化课程 但是彼此之间也会整合在一起 去因应说 新的时代里面管理不会说 我学器管就会管理 我可能要裹帽这些东西 分化但是在组织起来这样子 然后真的能够学理自用 在劳动之间使用 第二个是考量兴趣 但这个兴趣可能会 以儿童中心 然后再扩展跟社会之间做连结 第三个以社会问题为核心 然后去做一个民主的那种培育 都强调课程统整的方式来组织教育纪念 那为什么课程统整如此重要呢? 那《黄光雄主义》的Druck的书里面讲了两点 第一个 从教育者个人眼光来理解教育改革 第二个 从教大脉络来理解教育改革 第一个 教育工作者全面统整 面临着回归基础科目 但是有时候回归主流 多重学习障碍的学生 然后可能是我们老师如社工以下 如何面对很多 很多基础科目之间的整合性学习之间的那种 考量 然后 跟那个回归每个分门别类学科之间的那种 对立的两难 那如何去处理 面对这种需求 要整合需求的学生 那也许我们要思考到如何更 把知识跟课程同整之间做结合 才能够赢整个变迁 第二个是 教育经费大量的删减 然后 教职工作权受到冲击 然后 媒体攻击 教掌教育 课程同整是货源 然后应该重视科目 但是我们如果这些问题 从较大的脉络来讲的话 都是面课程同整 里面面临的挑战 所以说 他指出来说 大环境在变迁 多数的行业必须要重新在职场中定位 调整角色才能生存 第二是严密的标准化测验 提高学生学习迹象 以提升那种竞争力 好 那么课程同整的途径 包含说 学科内容的同整 学科关系的同整 学生个人经验的同整 学校科目与活动的同整 校内跟校外领域的同整 以及课程组织人员的同整 基本上课程同整的途径 包含说 以课程为主题 强调个人自我关注面向的那种关联 或是跟社会世界专注面向之间的连结 强调知识的 个人该社会说明技术 这些知识内容 跟知识内容背后涉及的大概念 民主尊元多元 这些之间的整合 基本上课程同整的意义是说 课程同整的着眼于生活本身的课程 而非科目领域中 界限中经手片段的资讯 第二个学习是新知识跟经验的持续统整 因此得以加深加广 我们对自己跟世界的理解 然后最后是透过 如何透过课程同整开启卓越的教学 尚文青老师一的书里面 毕严的书里面讲到说 透过老师协同合作的规划 实作表现的知识的构想 然后重视组织跟如何聆合运用知识 不是零件而已 是零件之间整合在一起 可以动起来 开创学习的社群 共备亦所益观课 建立良好的关系 以及卓越的教学方法 好 那我们就这个部分 谢谢徐代伟 刘卫越军同学的整理 郭廷军同学的标题整理 还有陈本宇 谢尹佳同学的协助制作 那我们这个部分 就在这里 等一下回来